今天临时听传是更换的地方 没有办法在《孤独的经》的地方演唱这首《化身孤岛的经》 但是也因为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以及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来到我们走进我们这段生活的每个人 去让每个人都不再是化身孤岛的那个经 都会向大家相拥 谢谢你们 然后接下来第二首歌 我觉得 你就好好唱歌就行了 你主持什么 我终于两首歌 你主持什么 你主持那么好 我们干嘛待会儿 你是有什么危机感吗 你交易什么 对呀 我们都不会唱歌 然后他才能主持 你是觉得周深能去主持今日说法吗 主持不了不是 好 来 下一首 我们来报幕 你不要说话 我就要说话 你不要说话 来 赵老师请坐 也就只有在 也就只有在你好生活 我有这么大的胆子了 也就周深敢对他 也就这么一刹那我敢了 期待周深在春晚代替小萨的位置 我可以代替小萨老师唱歌 因为第二首歌 期待周深 还不让我报复吗 我说一个我的愿望 期待周深在春晚代替我 周深的若梦真是大爆出圈啊 两年多前发布的歌曲 这几天又位列飙升榜第一名了 大早上仍有一万两千多人收听 实乃大爆 这首歌曲越听越上头 仔细回想 今年周深参加的所有音乐节 和自己的限定感谢演唱会 都有若梦 而且每次都是大合唱 更为奇怪的是 每次大合唱之后 若梦都会大爆一次 就比如这次的太湖湾音乐节后 又一次大爆 即使到了凌晨 时时在现听这首歌的歌迷 仍有一万多 在某音的热度更是遥遥领先 在音乐平台连上飙升榜三天 热歌榜也进了前三十 虽然它有一个悲伤的标签 但在生命心中 却是和周深互诉忠常的一个渠道 早已远远超越了歌曲本身 身为生命和周深之间的一个默契 这次音乐节 有一个六岁的小生命全程跟唱 甚至转音都唱出来了 连转音都唱到位了 而旁边的大人都听到了 音乐节结束后 小朋友一直喊 周深你不要走 小朋友喊出了所有粉丝的心里话 所有生命一起合唱也许才是最震撼的 甚至效果远超原来的录音室版本 更为神奇的是 最近两年的暴剧几乎都会有弱梦的剪辑 更有各种主题视频把它作为BGM 显然成了剧本严选 殡异神曲 更有官威说 若梦独唱是宿命感 合唱是救赎感 周深的歌曲难度普遍较大 能够大合唱实属不易 也难怪周深都会夸生命唱得好好听 路人都要粉周深的粉丝 只是希望我们能合唱的歌曲越来越多 音乐圈的人应该都知道 周深在9月18日举办了深深感谢你 2023演唱会感谢专场 接着又在10月1日参加了 2023长州太湖湾音乐节 连续演唱了9首歌曲 此间在9月23日 周深还作为嘉宾参加了 林俊杰积极20演唱会北京站 与林俊杰合唱了 《过着新的光》《大鱼》成功助阵 9月29日 周深还在线上直播生日歌会 连续演唱了57首歌曲 长达4个多小时的线上演唱 吸引了4800多万人的观看 火爆程度引发热议 更是让人对其线下演唱会期待不已 在这些一连串的活动之后 歌迷们越来越不镇定了 都在疯狂希望周深尽快进行三巡个人演唱会 或参加更多音乐节 越来越多的粉丝希望再次在演唱会或音乐节上见到他 现场聆听天籁的声音 但拿最近的2023太湖湾音乐节来看 周深作为压轴歌手 最后连唱9首歌曲 首首嗨翻全场 几乎每一首歌曲 均能引起万人大合唱 蓝海的场面和合唱的震撼 让人赞叹不已 周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已经成为大型晚会 综艺节目的常客 而在太湖湾音乐会的演出现场视频 被无数遍传播之际 有一道消息异常让人振奋 那就是周深在11月可能还有一个大型活动 具体是什么活动 网间议论纷纷暂无定论 很多人推测 周深参加的是11月19日的广州草莓音乐节 至于猜测是否正确 随着消息的不断酝酿将会越来越清晰 但不管结果如何 这样的消息着实让歌迷们兴奋一把 期待周深的下一个演唱会或音乐节早点到来 来 周深的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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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哈喽 我刚才听到你唱歌了 唱得特别好 对 来 来 我们走下来 我们今天是央视新闻的来探个班 然后刚才听到您唱这个歌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带来一首 我是歌手周深 那给介绍就是我们洞组那边老师的吴老师 老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 今天打个招呼吧 好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 我小来 怎么打招呼 我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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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的意思 我小来 我叫周深该怎么说 摇关周深 我小来 摇关周深 那我这两位小朋友叫什么呢 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呀 你叫什么 几岁了 九岁了 九岁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叫什么名字 吴玲龙 吴玲龙 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他顶摆个小蓝 有点紧张 看来有点紧张 那我呢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吴允琪 吴允琪 几岁了呀 六岁了 六岁 刚才跟周深哥哥唱歌怎么样啊 觉得 觉得开心 很开心 哇 我刚才唱的那首叫谷雨天 然后它是由 还是苗族的一首童谣改编过来的一首 然后刚才我们用的是洞族的语言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很 很有氛围吧 就因为自己是 虽然是湖南人 但是是在贵州长大 在贵阳长大 然后其实自己身边有很多的同学 他们就会是 咱们可是苗族啊 或者是洞族 其他民族的 我就 但是我很少听他们唱这样的歌曲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从 互联网上听到 咱们洞族的音乐 洞族大哥 或者是苗族的歌 所以我觉得哇 好震撼 然后今天也小小的拜托 吴老师 教了我唱谷雨天 所以有中间那一段 洞族的歌也是吴老师教我的 今天我们山西啊 您知道我们山西其实在 有记载的这样的民歌 可能有两万多首了 您看看 有没有熟悉的一首 给我们的网友展示展示 人说山西好风光 人说山西好风光 其他的就不太熟了 我们走戏口 走戏口 能成两句吧 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飞水美 无故乡 太好听了 我老师怎么样好好听啊 我来说山西好风光